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3号 星期三 美国两届奥运会的金牌选手 当时跟飞鱼一起拿金牌的 他38岁 叫凯勒 从2004年的亚党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都是在800公尺四人接力项目当中 和美国总团传奇人物飞鱼 菲尔普斯 他们同队 人是四个人接力的 拿下的两次都拿下来了奥运会的金牌 为美国争夺的荣誉 美国争光 美国之光 然后哥们发现他是硬闯国会的 这些川普支持者当中的一个 那么有视频显示 主要他也是比较容易认 他身高1米98 运动员 个儿又高又壮 1米98 凯勒 而且他去了之后还行 他穿着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外套 在国会大厦的远顶的大厅内 1米98 还穿着奥运会代表队 我当年我参加奥运会 我代表了美国奥运会的 我来了 你想那个特别特别的扎眼 一下子看到他了 纽约时报报道 多名前队友和教练都认出了凯勒 至少12名总裁人士认出了凯勒 说这就是凯勒 奥运会金牌的选手 当然影片显示 凯勒虽然进了国会 但是没有任何暴力的举动 但是闯入国会 就已经犯下了非法闯入 和妨害治安行为等联邦罪名 肯定是要起诉他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 要对他们斩尽杀绝 所有来的全部都要污名化 然后要起诉 让他们坐牢 说他们这是国内恐怖分子 因为按恐怖分子来讲的话 是可以终身监禁的 他们搞得跟本拉登同罪 上纲上线 这上文革 凯勒现在就是说 遭到了彻底的违欧 谩骂 被左派围攻 他的所有的社群媒体账号 都是一帮左派在那儿骂 而且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 凯勒现在被逼无奈 把他所有的什么Facebook 推设 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 全部都删了 我妈不要了 拜拜了 您知道了 现在在被围殴 现在被认出来了 不知道后面警察会不会就说去抓他 因为之前还抓了一个福尼亚州的 他们当地州的一个众议员 也是有视频 他不是视频 他是自己现场直播 冲进国会 也是被抓了 凯勒现在被认出来了 被认出来之后 现在是不是也得抓 抓了 是不是也要去起诉他 是不是要判刑 我们不知道 美国之光 我只能说 真的是 还有被打死的 在美国空军服役了14年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川普的支持者都是一些什么人 对不对 我们再看看当年黑命贵那些 去抢乔丹鞋的 我们的其他族裔的兄弟们 那些去趁乱去抢什么哭泣 是不是 我记得不还有一个 他们非洲裔的一个大威也出来了 说Brother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们干什么 对不对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他妈去抢哭泣 他们就会尊重我们 我们这些非洲裔了 对不对 你们就给我们争联了 他们就会尊重我们 为什么要去抢哭泣 他也是支持 就觉得弗洛伊特被压死了 也应该这个 但是你们去抢哭泣干什么 对不对 你们抢LV 就说这意思 他不是 他不是这意思 对不对 所以就在这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一个在美军 就是说服役了14年的 美军的一位女军人 对不对 去抢哭泣 去抢沃尔玛 去抢Target 对不对 你也没有看到 一个连夺两届奥运会金牌的 美国之光 奥运选手 去抢什么 我不知道沃尔玛 或者Target 也没有 对不对 人家就是说去国会 真的去示威游行去了 对不对 人家就是说 我真的是搞政治诉求 没有打打抢 也没有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成为了恐怖分子 一种的政治诉求 真的就是按美国国王部定义 说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护下的抗议行为 结果就成了恐怖分子 然后那些把教堂烧了 把沃尔玛烧了 把Cucci砸了 把YLV砸了 都不是恐怖分子 他们是应该的 我真的 有的人说 你们再污名化 民主党 好吧 我觉得民主党做这个事 这需要我污名化 我觉得你是不是瞎子 这个事到现在就这样 你还看不明白谁对谁错 真的是媒体说什么 你就姓什么 你是猪吗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